中國制裁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委員摩爾 回應美方早前發表宗教自由報告 並且制裁中方官員 是會禁止摩爾和其家屬入境內地和港澳地區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 美方所謂的報告罔故事實 充滿意識形態偏見 大肆詆毀中國宗教政策 干涉中國內政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敦促美方糾正錯誤 停止借宗教問題 為干涉中國內政 美國早前發表宗教自由報告 批評中國利用各種方法 打壓新疆維吾爾人等的少數族裔 限制宗教自由 並且打壓法輪功